最简单嘛 黄国昌如果要选新北 他唯一的机会就是跟国民党借基层嘛 那你说高函安人员也就是国民党的基层被他借走了嘛 那当然要借基层呢 但借基层要分几个城市来看 第一个你要借的基层是哪一种的基层 现在大概深栏里面对 党内或是黄国昌对抗绿营上面情绪是比较高昂一点 比较高昂一点 但是这份民调呢 你只能说黄国昌倒霉碰到了李四川嘛 李四川是谁的副市长 韩国瑜啊 韩国瑜生日李四川都在旁边 韩国瑜当高昌市长卸任以来 大概每年过生日李四川都会在 就是最铁的了啦 然后李四川其实三不五十有时候跟韩国瑜在立法院的康源吃饭都没什么人知道 他们会吃饭啊 所以他们交情很好 那韩国瑜不就是国民党内深栏的领导者吗 那李四川背后还占了一个韩国瑜 那黄国昌要怎么戒身来 很难啊 所以你看到说黄国昌在这份民调里面 第一个 如果是刘和然 他戒的最多 洪梦台戒的是其次 如果说是李四川的话 那戒的有限 有限嘛 所以从这份民调你可以看得出来嘛 那个反射嘛 当然你说你这份民调做出来李四川最强 这就不用考虑了啦 当时民进党是苏巧慧或是 郑文燦 比较有竞争的感觉 当然绿盘不可能去出戒给黄国昌嘛 黄国昌都到这个地步了 对嘛 他唯一的方式就只有戒蓝营的嘛 如果你戒蓝营的话 你照这个情形上来看的话 根本能戒的不多嘛 不多那你要选什么 而且那份民调里面 你注意看一下嘛 他特别对20岁到29岁的时候 有特别提到嘛 20岁到24岁黄国昌赢 但是25岁到29岁黄国昌是苏蓝绿 那换言之是什么 民众党跟黄国昌的突破年龄层受限 你可以看得出来就说民众党的 刚才讲民众党的民调嘛 之前我们都说过 他的年轻选票 中间选票 高学历选票全部跌嘛 那你投射到黄国昌这份民调里面 你看25岁到29岁都苏蓝绿 再往上就不用谈了 那等于他的年龄层的突破性 也有限了嘛 所以你从这份民调来看 黄国昌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好像并不能让他去 借到多少基层 那借不到多少基层 那要选什么呢 那根本就不用选 当然这份民调 这份民调各位还记得有一个风波吗 就五月初的时候 侯友宜赵少康 好农民吃饭的时候 不是谈到新北吗 新北里面争议就是说 刘和然跟李四川的问题嘛 那赵少康那时候在里面说了一句话嘛 不然我们来做民调看看嘛 就真的做了 就真的做了 刘和然就 就真的做了 刘和然其实这份民调 当然啦 是做哪一个偏向于科学的数据 给党中央给大家看看嘛 不然大家在那边争论什么嘛 那你说这份民调做出来 很让人意外吗 就国民党的排名顺序 我一点也不意外啊 那民进党的排名顺序 也一点都不意外啊 黄国昌会被边缘化 一点也不意外啊 就是说他自己民众党本身在新北 就没基层有限嘛 一定要借嘛 所以在这样子的盘下去 黄国昌还能妄想说 哇国民党就会给他选 有这种事情吗 呃想太多吧 想太多 想太多吧 我觉得基本上是黄国昌 个人的期待值吧 我觉得基本上想太多了 因为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嘛 你黄国昌 黄国昌敢不敢加入国民党选新北 哦 可能 他现在做什么我都不意外 连原本的票都丢光了 哦 然后如果真的你回到国民 你到国民党跟李四川做民调 胜负谁 谁能比 有李四川就赢啊 啊对啊胜负谁能比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一件事啊黄国昌 可能到末期 如果李四川真的选的话 我觉得黄国昌未必敢选嘛 啊然后你这一份民调是 呃赵少刚做的嘛 其实党内还有人做啦 还有人做出来的结果 大体上也不会偏差太多啦 李四川依然是国民党最强啦 可是上公我问你哦 这样子的话 黄国昌给我的感觉 是他有点两头空耶 国民党这边新北 恐怕也不是他吃得掉 结果在民众党内 现在大家对他也不太高兴了 哇这两边都没有两头空啊 就两年后以后 他就回去做网红啊 他本来就 他还有他的网路世界 对嘛 他的土内也很高嘛 受众者也不少嘛 好啦看要不来我们节目上通道 他就不走不走政治 他也他也不会没路走嘛 当然你说呃 陈昭芝说想要去投不能投 最简单的一件事嘛 为什么想去投而不能投 那问黄国昌嘛 内部讨论大概大概的决定嘛 就问黄国昌嘛 所以当你想去投而不能去投 我觉得陈昭芝你就落实所谓 因为柯文哲不需要团进团出 去投嘛 我们也想看一看那个民众党 什么时候终于会出现 不需要团进团出 全台绝无仅有 政论妇女党上公上一波 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点半上班 林桃给五七点半 这么清水吗 感谢支持全台湾最欢乐 这是含金量最高的 直播正论节目 狠狠抖内幕 收视狂开红盘 网路播放量突破两千万次 现在我要发出奶粉召集令 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四点 陪奶鱼奶球一起抖起来 什么你下午的直播没有跟上 不用怕 晚间十二点友善记录版 等你一起来 转发 毕竹 优优独播放量 准备 感谢观看